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归纳成下面三种情形 如果我们在坐标平面上给定一元与一直线的方程式后 该如何判断它们的关系是属于哪一种呢? 接下来的课程将介绍对数与几何两种判定方式 给定一直线L和一元C的方程式后 透过解它们的连立方程式所得到的XY值 也就是直线和圆的焦点来判断圆与直线的相交情形 这个方法以解连立方程式的角度切入 经考虑代数运算 所以称为代数判定法 一般而言 我们可依下面的步骤来判断圆C与直线L的相交状况 首先先将问题转化成连立方程式 接着利用代入消去法可以得到一元二次方程式 AX平方加BX加C或AY平方加BY加C等于0 最后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判别式 B平方-4AC 三个步骤完成后会得到三种结果 分类如下 判别式大于010 有两个相亿石根 代表圆C和直线焦于相亿两点 判别式等于010 有两个相等石根 代表圆C和直线恰焦于一点 最后 判别式小于0 是没有石根 代表圆C和直线L 没有焦点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个例子 以知圆的方程式为 X平方加Y平方-2X-4等于0 请判断圆与下列各直线的关系 第一题 根据刚刚的说明 我们首先来算圆与直线Y等于2X的连立方程式 将一式代入二式 可以得到 X平方加括号2X的平方-2X-4等于0 整理后 整理后得到5X平方-2X-4等于0 最后代入判别式 算出来大于0 因此 圆C与直线L1交于相亿两点 即圆C与直线L1相割 第二题 像刚刚一样 将一式代入二式 可以得到 X平方加括号2X加3的平方-2X-4等于0 整理后得到 X平方加2X加1等于0 最后一样代入判别式D 算出来等于0 因此 圆C与直线L2恰交于一点 即圆C与直线L2相切 第三题 利用一样的方法 最后代入判别式D小于0 所以就可以知道 圆C与直线L3没有交点 即圆C与直线L3相离 接下来 练习看看 刚刚学到的内容 分别判断 圆C X平方加括号Y-1的平方等于8 与下列各直线的相交情形 若相交 请求出它们的交点 1.L1 X加Y-5等于0 2.L2 X加Y-6等于0 答案为 1.相交于一点 2.3 2.不相交 圆与直线的关系 除了可以用上面的代数判定之外 我们也可以利用几何方式判断 只要比较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与圆的半径的大小关系来判定 假设圆的半径为R 圆心O到直线L的距离 D OL等于D 有相割 相切 相离 三种相交情形 让我们用以下的例子说明 判断圆C X-1括号的平方 加Y加1括号的平方 等于4 与下列各直线的相交情形 由题目可知 圆C的圆心Q 1-1 且半径R 等于2 圆心和第一条直线L1 3X-4Y-2等于0 的距离 可以利用距离公式算出 结果小于R 所以圆C与直线L1 交于相逸两点 即圆C与直线L1相割 第二条直线L2 3X-4Y加3等于0 算出来的结果等于R 所以圆C与直线L2 恰交于一点 即圆C与直线L2相切 第三条直线L3 3X-4Y加8等于0 圆心与直线距离 算出来大于R 所以圆C与直线L3 没有交点 即圆C与直线L3相离 我们马上来练习看看 判断直线L X加Y加1等于0 与下列各圆的相交情形 1 圆C1 括号X-3的平方 加括号Y加2的平方 等于1 2 圆C2 括号X-3的平方 加括号Y加2的平方 等于2 3 圆C3 括号X-3的平方 加括号Y加2的平方 等于3 答案为 1 相离 2 相切 3 相割 最后整理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给定一圆与一直线的方程式 分别可以从代数与几何两种判定方式 来判别圆与直线的关系 代数判定法中 给定平面上一圆C与直线L 我们可以透过求连立方程式的解 转换成一圆二次方程式后 再从判别式大于0 等于0或小于0时 得知圆与直线的关系 可能是相割 相切或相离 几何判定法 是透过比较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与圆的半径的大小关系 来判定 如果圆的半径为R 圆形O到直线L的距离DOL等于D 则根据算出来的距离是大于R 等于R或小于R 也得知圆与直线的关系 最后一定要多练习 多熟悉计算的过程 给定圆C X平方加Y平方减4等于0 即直线L X加Y加K等于0 其中K为实数 就K值讨论圆C 与直线L的相交情形 答案为 1.相离 K大于2根号2 或K小于-2根号2 2.相切 K等于正负2根号2 3.相割 -2根号2小于K 小于2根号2 今天学到的圆与直线的代数 几何判定法 各有它们的优点 采用代数判定法 可求得圆与直线的焦点坐标 如果题目需要求焦点坐标的时候 采用代数判定法会比较方便快速 如果题目只需判定 圆与直线的关系时 则采用几何判定法比较快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